哈喽,大家好,这是Li,我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的标题我应该不会设很多的悬念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我们会聊什么 有一些标友甚至从这个盒子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开箱的物品是什么了 没有错,Report London 1898 这品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20年的历史 那我们现在还是常规操作 先来快速的开箱 然后慢慢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聊的物品和它的品牌历史 这个包裹是从英国直接寄给我的 我也是前两天才刚刚收到 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 嗯,有两个盒子 我们先来开哪一个呢 我们先把这个大的打开 看看是什么 里面的这个证书 这个是一个摇表器 和它配套的这个电源 看看这个盒子是什么 是一个手表的支架 那么先和大家来聊一下Report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是一个制作高级皮革制品的制造商 它是于1898年在英国的伦敦创立 到现在有超过120年的历史 我最早知道Report这个品牌是在一次标友聚会上面 跟一位多年收藏万表的玩家 也是我非常敬价的一个收藏家聊天 当聊到摇表器的时候 我有问他有推荐哪一个品牌 什么时候才需要购买摇表器 那个时候呢 他就有给我推荐Report这个品牌 另外是有一次我在我经常购物的网站 叫Mr.Potter 也是利峰集团下面一个大型的奢侈品购物网站 经常买一些衣服鞋子 那上面呢也有看到这个品牌 通常Mr.Potter Carry的各个品牌呢 它的质量都是很不错的 那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商品 这个商品的名字呢 叫做Evolution Cube Mark III 是它的第三代的产品 那下面呢跟大家来聊一下 为什么我需要这样一个摇表器 我近两年有陆续买了几只具备复杂功能机芯的万表 打一个比方 这只万表呢是百达菲利的5905 刚好放到这个手表支架上面 这只万表是百达菲利的一只复杂功能万表 它同时具备年力和非反计时两大复杂功能 它的年力功能是可以自动识别大小月的 所以原则意义上来说 只要这只万表不停 每一年你只需要有一次 在3月1号去调节这个手表的日期 其他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手表你是不需要动的 另外就是调节这个手表的日期呢 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首先呢你要把它的时间调到早上6点 让它在机器里面负责控制日期转盘的齿轮 停留在一个安全区 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调节它的日期 而且调节日期呢需要你用一个小针 来触动这个旁边的这个三个小按钮 来调节 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忘记了日期跟月份的这个按钮 你可能会把这个月份调大一位 这样呢你还要重新回调 就非常的麻烦 如果你误操作的话呢 还有可能伤到这个机芯 但是这个呢还不是最麻烦的 我另外还有一支有月向功能的腕表 调节那个月向呢更麻烦 你需要计算在你调节腕表的当下 跟上一次满月相差多少天数 然后呢把这个月向归零归成满月 然后再用那个针触动旁边这个小按钮 有的时候我不小心就忘记了我按多少下了 还有的时候我按一下不小心 可能没有完全按到底 这个月向呢是没动的 但是我以为它已经动了 最后呢就导致这个月向呢经常调的不是很准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摇表器 使得这个腕表呢永远不停 应该是多方便的一件事 另外就是我今天带的这支腕表 劳力士的PEPSI 是一支具备GMT功能的腕表 那这支腕表的日历呢是没有快调的 如果你长时间不佩戴这个腕表呢 你需要通过旋转它的时针 没转两圈呢日期才会挑一格 所以调节日期呢也是相对比较麻烦的事 特别是这支腕表呢 通常是我周末会佩戴的一个腕表 因为平时上班呢我觉得这个红蓝圈呢 有点太乍眼了 所以通常周末跟家人出去玩啊 或者接一些朋友会选择佩戴这支腕表 但是每次佩戴这个腕表调日历呢 都需要花一段时间 如果有一个摇表器也是非常方便的 OK有些表友会问 如果我一直把这个手表放到摇表器上 会不会加快手表内部零件损耗的一个速度 从而降低手表使用的寿命呢 其实之前呢我有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像这种高级腕表在组装的时候呢 它在里面都有上游 如果你的手表经常不戴 里面的齿轮呢一直在一个地方 导致这个油干掉了 然后再旋转呢 可能对这个齿轮呢也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如果让这个手表一直保持运转 理论上来说呢 要比你可能一个月戴那么几次 会加快这个手表背后齿轮的这个损耗速度 这个没有错 但是呢这个摇表器呢 你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让它后面的自动坨呢 不要选择的次数那么多 另外呢就是这种腕表呢 基本上每三到五年 背后的油呢都会干 我们都会去保养 所以呢也不存在一个这个损耗的问题 我觉得到一定时间呢 都会做一个全套的service 它里面需要经常磨损的齿轮呢 有可能都会把你更换掉的 所以呢 这个就打消了我使用摇表器的一个顾虑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摇表器的一些细节 下面带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摇表器 这个摇表器的名字呢 叫做Evolution Cube Mark III 可以称它为EVO摇表器 它是一个正方体的结构 可以存放一只腕表 当然report呢它有出很多不同的摇表器 可以存放两只腕表的 四只腕表 六只腕表的都有 这款摇表器有出不同的配色 像黑色 白色 海军蓝 深红色 而我拿到的这款呢是墨绿色 跟我的这只腕表搭配起来 非常配 也是绿色的表盘 它外面的这个喷漆呢做工非常不错 有点这种钢琴漆的感觉 而它里面的这个 手表的枕头呢是真皮的材质 它的背面呢也是这个真皮的 这样呢会更有效的保护你的腕表 因为它中间的弹光结构 会把这个手表牢牢固定在这个枕头上面 因为它中间的弹光结构 这样就把手表安全的固定在这个里面了 这样就把手表安全的固定在这个里面了 这边呢是USB的插孔 有这个电源插座 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品牌 它上面呢有配备很多不同的插座 如果你在欧洲啊 或者是在美国中国 你可以选用不同的插座 把这个按上 另外它的下面 有一个电池槽 像有些不要买这个摇表器呢 是把它做一个装饰 放到自己的书架上面 可能上面呢没有电源 拉这个线呢又比较麻烦 可以选择使用电池 但是建议大家在选择摇表器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可以插电源的这种 因为有的时候换电池呢是很不方便的 我们下面就插上电源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摇表器的一些功能 我现在把这个摇表器通电了 它起始的档位呢是零档 是静止的状态 我们下面呢把它启动到一档 一档是适时针旋转 我们切换到二档 二档的模式是逆时针旋转 我们看看三档 三档是双向旋转 它旋转 适时针一定时间呢 它就会逆时针旋转 因为现在很多的机械表 它的自动机芯呢有的是单向上链的 有的是具备双向上链的功能 取决于你的机械表 所以大家买这个商品呢 要看一下你自己手表的那个机芯说明 它到底是单向上链 还是双向上链 它是通过顺时针上链的 还是逆时针上链 前面三档呢都是每一天会旋转700圈 从第四档开始呢 是顺时针每天旋转 是900圈 第五档是每天逆时针旋转900圈 六档是双向旋转每天900圈 我们看第七档会更快一点 第七档是1800圈每天 有些腕表它上链的效率不高 需要你每天转动的次数呢 也要多一些 像这种百达非力呢 我估计每一天700圈就够了 第八档 逆向旋转每天1800圈 第九档是双向旋转每天1800圈 一共是十个模式 从0到9 0是静止的状态 其他九个呢 分别有不同的转术 不同的方向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的建议 在你购买摇表器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 具备电源和电池两种不同功能的 这样呢会更加的方便 另外呢就是它有不同的模式 有一些低端的摇表器呢 它只有一到两个模式 有的呢只可以一个方向旋转 有的呢只可以这个正向反向旋转 因为有的万表呢你是不需要反向旋转的 如果它是单向上链的这个自动度的话 总的来说这个摇表器给我的感觉 它的设计非常的简洁前卫 具备不同的颜色可选 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有不同的模式 它上面的小枕头可以牢牢的固定在这个凹槽里面 不像有一些摇表器呢 我不会放心把我贵重的万表呢放到这个摇表器上 我担心这个表会掉下来刮伤我的万表 OK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摇表器的介绍 下面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手表的支架 可能很多朋友呢会对这个感兴趣 这是一个watch stand 他们叫做formular watch stand 方程式手表支架 那这种手表支架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回到家把这个手表摘下来 如果放到桌面上 怎么放的不对 你这样放呢 它会磨这个下面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侧面放呢 它会磨到这个手表旁边的这种高抛光的部分 所以呢这个手表支架就很方便 回到家呢把手表这么一放 既保护你的万表 而且呢看起来呢非常的美观 它这个支架的材质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跟它的这个摇表器上面的喷漆 差不多像这种钢琴漆的处理 仔细看非常的平滑 这种棱角的处理 还是很细致的 它下面呢是这种软绒布 上面采用真皮 这种非常饱满的这种枕头 旁边呢是金色的走线 中间呢是金色的金属质感 上面可以放你的腕表 下面可以放Apple Watch也可以放在下面 或者是耳机啊充电器 也可以放在下面这个托盘上面 但是通常我自己使用呢 我喜欢让它看得更简洁一些 可能只需要放这个手表就行了 OK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两件商品 摇表系客手表支架的介绍 来自Report London 如果在国外的朋友 对他们的商品有兴趣 可以直接到他们的官网 或者到我刚才说的 Mr.Potter去购买 如果在国内的朋友 有兴趣购买他们的商品 可以直接到他们的天猫旗舰店去购买 在天猫商城可以直接搜索 Report海外旗舰店 找到他们的店铺 而且目前呢马上要到双十一了 他们呢应该会有一定的促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OK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